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凡介紹美食時 今天去哪裏? Han Poon 1 號出口 去吃甚麼? 歸寒 歸寒很多人都吃過 去哪裏?去 Ancortia 在二樓 我上二樓再跟大家說 商場內就不再慢慢說 DTAC 在哪裏? 其實這裏一看上去看見 在那裏就是DTAC 我先進去 其實這間都很多人介紹過食物 我們很久沒吃過 所以決定今天再來試一試 不再說了 入到商場太多人不拍 我們穿過二樓 其實轉個彎過來 就見到已經歸寒 我剛才由那邊出口上來再直行 都是一段很短的時間 其實說這麼快就已經到了 你看看 就是這裏 這間我們好像來過一次 所以印象都不太深刻 進去坐下 坐下看看食物 有沒有大改變 以及價錢大改動 坐下再跟大家慢慢談 好 進來坐下坐下 這間歸寒 裏面也挺大的 菜單已經改了很多了 跟我們之前來的菜單很細本 已經不同了 你看看 哇 很多很多東西 剛才拍到我手都軟了 一開始當時有些drink 接著這裏最出名當然是檸檬茶 還有單骨雞翼 這兩樣東西必買的了 其餘的東西我們再看看 價錢方面都是差不多 有些就二百多匹 有些三百匹左右 我們都不說了 因為要爭取時間吃點東西 雖然我們剛出門時吃了一碗食物 但還是餓 現在點了食物 點完食物再和大家慢慢談 先開始說說這個餐包 餐包一來到 每人都會跟一個 它亦有夠牛油 餐包這裏我好欣賞它 就是甚麼呢 每一次來到都很鬆軟 而且是加熱過的 所以真的不錯 挺好吃的 你看看 按下去還有一些 匯蛋 另外牛油 它這裏不知是甚麼牛油 但它是刮出來的 不是一包包現成做好那一隻 所以這個牛油的味道很香 而且很好吃 不是很鹹的那一隻 這個牛油 配上那個包是剛剛好 很好吃的 每次來 就算吃了這個包也好 然後再吃東西 我都不會覺得很飽 或者吃不下了 吃了一個包 有些人太小吃 可能吃了這個包 會吃不下東西 以前就會多幾款包 給我們選擇 現在就只剩一隻了 沒得選擇 這杯是Passion Fashion 價錢135匹 在宏宏眾多的特飲當中 我選了Passion Fashion 它有四種水果組成 是Passion Food Pine Apple Juice 和Lime Juice 加上薄荷 總共有四種味道 但喝下去 想不到只有兩種最突出 就是Lime Juice 和薄荷 其他Passion Food 和Pine Apple Juice 那種味道 是有甜味 但突顯不到 水果原先的特別味道 但顏色賣上 真的很漂亮 很吸引 而且有漸變色的效果 剛才送來的顏色 應該不同現在鏡頭 再拍出來的顏色 現在就變成青黃黃色 開頭來的時候 那種綠色 就不是這種綠色 還有少許藍色的效果 而且本身這個杯 是用玻璃製作的 已經有兩種顏色 是有藍藍的顏色 和透明在外圍 所以看上去 漸變色的效果 更加厲害 賣相吸引 而且最重要是夠冰涼 因為我們剛才走得慌合 所以喝起來都很舒服 很爽 你問我是否因為 那兩種水果沒有了 就失望一點 也有少許 但最重要是喝起來都很舒服 這個就是龜寒 Ice Limon Tea 價錢是100匹 我記憶之中 以前來喝 大約是75匹左右 很久很久了 我們很早期 那時已經來龜寒吃東西 當然最近那次的印象 就是90匹左右 現在已經去到100匹 價格也是很正常 說真的 由70匹到現在100匹 加了25匹 即是很少錢 這杯飾品的標準是甚麼呢 就是冰涼是用檸檬茶冰涼 所以這杯飾品到最後 我們早期喝得很厲害的時候 基本上冰涼溶涼 這杯飾品就喝完了 以前我記得 它會大瓶一點 還有有一瓶仔 針靜了 會放在旁邊給我們 看看是否找到一些照片 這個很久之前 我想十年前以上 我是有拍照的 就是說 它針的時候 這杯飾品不是那麼小 杯飾品也有一瓶 只剩下 到時飲完這裡 冰涼溶涼 再倒下去 還可以繼續喝 當然現在味道 亦沒有變 亦是這麼好喝 這個雖然是100匹 說真的那句 都是20多元杯飾品 香港你說飲飾品是多少錢呢 還要這樣用心製作出來 是完全不可能的 食物都到了 我們現在開始說食物了 這是檸檬他他的脆皮炸蝦 配了甚麼醬 配了大蒜蛋黃醬 和蒜泥蛋黃醬 這個價錢是300匹 這個好吃 第一 這個蝦 是有點像軟殼蟹的感覺 咬下去 不需要吃炸食物 要剝殼 有時候吃這個 豉油黃蝦 殼也多數九成可以連殼吃 但當然有些殼比較硬 也是要剝殼的 而這個完全不需要 這個蝦是有殼的 不是沒有殼 不是剝殼的 不過蝦殼很軟熟 也是整隻可以放進口裡咬 這個蝦一定是雪藏蝦 我百分之百搭你 因為新鮮蝦不會是這樣的 做出來不會那麼紮實 或者可以咬得到 或者炸出來可以炸到這樣的口感 完全不可能 就等於軟殼蟹 你有沒有吃過新鮮軟殼蟹拿來炸 真的少了 軟殼蟹多數都是雪藏 這個蝦多了 最少都有15隻以上 這個檸檬醬也配了檸檬 檸檬可以擠進去 本身也有少許味 再加上擠少許檸檬汁 令整個蝦更加香 當然 這個醬很有趣 其實簡單說 大家吃過麥當勞包裡面的醬 就是那種味道 很容易入口 因為麥當勞大家都心入民心 它的醬汁是一些 大家都吃開 在腦海裡面從小小 記憶從新到現在都還記得 就是那個味道 而另外這個醬 就比較野味一點 因為其實它有些香草的東西 令到味道都會很好吃 濃郁很多 這個你問我 300匹來講 是否值得吃 是很值得吃 為甚麼這麼說 我們本身想點春卷 它以前有個春卷 現在沒有了 換轉 這個是新菜式 以前我們可能沒有印象 但這個我們之前是沒有壞過的 這次我覺得它做得不錯 亦都不錯 很好吃 鏡頭面前看到的是 Grey Hon的Famous Chicken Wings 價錢190克 幸好我只點了一碟 我本身想點兩碟 因為太久沒吃了 我很想念單骨雞翼 甚麼叫單骨雞翼 大家都應該知道了 其實一隻雞翼 有兩條骨 剛剛在中間的位置 就剪開一半 變成有皮的部分 就佔了大半 另外剪開了骨的位置 就會看到肉 剛剛把一隻雞翼分為兩邊 所以只剩一條骨 所以就叫做單骨雞翼 這麼久以來 我最喜歡吃的單骨雞翼 都是Grey Hon 因為我試過在街上 很多地方買過來吃 都做不到有Grey Hon的效果 又脆又香 又不會覺得油軟軟 吃下去還要好滋味 不僅是山炸雞腿的效果 有一點鹹鹹香香的味 還有最重要是咬在皮上 夠滋味 脆得來有一點油滲出來 肉仍然保持得很嫩滑 但這次我以上說的事 全部都做不到 剛才我跟老公說 很失望 幸好我沒有喊兩碟 這個雞翼炸得不夠火候 油溫不夠高 炸出來不脆 或者炸完一次 有沒有再翻炸 我不知道 因為雞翼很少會翻炸 因為油溫控制得不好 所以令到這個雞翼炸出來 根本表面都不夠脆 裡面的水份可能太多 導致它完全不脆 所以香口度不夠 吃下去和家裏住得很失敗 那種雞翼炸不枉多養 而且咬起來會覺得比較黏口 不會有爽口的感覺 也不會覺得不是黏翅翅的感覺 所以整體上這碟雞翼 幸好我沒有喊兩碟 一定不合格 然後講講這個 Peter Pisa Italian Sausage 328 一碟有四件 一來到的時候 都挺震撼 為甚麼這麼說呢 它送來的時候 剛好放在我旁邊 聞到很香 我心想 哇 這麼香 很香 這麼嚴重 臭 為甚麼會這麼香 我們吃了一塊 好好吃 再揭開了給大家看 裡面的材料很充足 有甚麼呢 有Monserra Cheese 有紅椒 有番茄 有肉碎 香草 還有蘑菇 肉碎其實是腸 腸剁了 就變成做了這個肉碎 這個味道簡單說 讓大家容易知道 其實它是甚麼味道 披薩蝦 自尊批 裡面的配料 你吃到的味道 就是差不多等於這個味道 當然它這樣煎過去 兩邊是會脆口一點 讓大家看看 看不見 油也挺多 還有它是煎過的 所以這塊東西是很脆皮的 所以吃下去 更加香口和好吃 它也配了一個很普通的茄汁 這個茄汁其實沒甚麼意思 我們沒有點茄汁就這樣吃 都很好吃 點了會更加好吃一點 因為有少少像吃薯條的感覺 會酸一點 好吃一點 這個320匹也很划算 而且很好吃 這個是意大利蜆加青口湯 價錢300匹 英文寫明 它是用新鮮的青口和蜆 加入很多很多番茄一起煮 再加上旁邊配一塊蒜蓉多士 其實它的形容詞 都差不多將這個菜式 已經說出來了 只不過是它沒有說到 它加入很多香醋 還有有番茄的水粒 這個番茄湯真的超濃郁的 平時我們將這個番茄湯 是用來點麵包吃的 因為以前剛才老公也說過 龜寒腿的麵包不止一塊 可以任選的 可以吃完 如果不夠吃 再添加都可以 我最記得有個黑色 好像在吃炭的材料的麵包 那塊也挺好吃的 我也試過用來點番茄湯汁 其實這個是屬於湯的其中一款 以往我們喜歡喝湯 多數會選擇蘑菇湯、洋蔥湯、意大利菜湯 以及老公最喜歡的熟米湯 偶爾會選擇蝦湯或龍蝦湯 但是自從有這個青口湯和蜆湯 我發現原來它裡面這麼多貝殼類的海鮮 而且碗底是有湯 之後那些湯是我喜歡喝的番茄湯 而且它不是那麼單調的 它再配上蒜蓉多士給你 你看看蒜蓉多士 它燙得很焦香 而且它不是只有蒜蓉的 它有些香草在上面 它塗上香草蒜蓉的油 類似香草蒜蓉牛油 然後才拿去烤 而那塊多士不是普通多士 是我們香港人很喜歡開玩笑的厚多士 就是厚多士 所以300匹 有這麼多東西 一起給你在同一款菜式享受 我覺得真的算是值得的 還有它的海鮮貝殼類也做得不錯 尤其是青口雖然只有4、5、9 但是咬下去真的好像平時 我很喜歡吃的藍青口 很鮮嫩無比 配上了這個番茄醬汁 真的很好吃 好了來個微人照鏡 你看看多少殼剩下了 你看看 有多少東西來就有多少東西回去 吃這些東西就是這樣 接著就講講最後種食品 這間龜康咖啡廳 其實十幾年前我已經來的了 那時候食物質素真的很好 但是現在來說 這間的質素就比較沒有我想像中那麼好 這杯檸檬茶就叫做好一點 但是其餘的東西 一般都不可以說好出色 上次我們也來吃 感覺上週挺好的 還有2018年或2019年 那次也有帶同學來 2018年就有很多同學來 2019年就有一個同學來 印象中吃過都不差 但是這次就算了 有時候東西可能是否這間的出品不行呢 我不知道 但是滿心歡喜地進來吃 就未去到我想像中那種的味道 這間就吃過一次 剛才一進來都開始說過了 這裡是寬敞一點 還有冷氣也夠了 始終跟商場冷氣 商場本身也很涼爽 那今天吃了多少錢呢 1583筆 你說貴呢 價錢不算貴 還有我們吃炸東西多 三樣東西都是炸的 煎煎炸 是唯一一樣 那個湯就叫做不是炸東西 野音來說都不覺不失 都算不錯了 其餘也讓老婆說說吧 幸好我不是一些針對 升力桌食品的人進來試菜 以往我就在想 不如進來下限遊吃單骨雞翼 你會失望而會 這次我覺得 反而炸蝦挺好吃 是不是 炸蝦真的挺好吃 比想像中更好吃 還有份量也不少 其次 那個好像自尊薄餅的 其實口感是好的 不過它就真的油膩了一點 拍照就見不到煎出來 原來是這麼油膩的效果 相信這個廚師也要學下煎 以及碧油的功夫 真的比較差 否則它炸雞翼也不會做到有這樣的效果 雖然它也不是極油膩膩 但是連泰國最基本做得最好吃的炸物 它也做得不好 那就真的失敗了一點 因為街邊隨隨便便 你點一檔 炸豬肉或者炸雞腿 也會比今天的單骨雞翼更好吃 其次就是湯 湯也不錯 我覺得它的份量 蝦和青厚 它這次真的比到十足十 它比我以往的數量更多 其次那杯飲品 幸好我又不膽不撞 喊了一杯酸酸微微的食物 去游利 真的去得很好 剛才老公不其然 你喝了我杯飲品 喝了很多膽 是啊 因為它的杯大杯一點 我的杯小杯一點 還有比較酸一點 我覺得是很消滯的 它自己喝了一杯檸檬茶 就來撻我的飲品 平時以往 我們除了點湯之外 都會點點意粉 或者點點飯類 鋸扒和漢堡包都試過 但是就肯定不是這一間 這麼久以來 食單骨雞翼 都沒有試過失守 在任何一間Grayhorn Cafe 就算去到山卡拉 遠一點的我們都試過 都挺好吃的 那些單骨雞翼 但是今天想不到來到這麼高級的商場 再試 反而那個命脈 就是失敗了 所以我覺得 真的不知道是不是廚師放假了 我也有想過 如果我真的很想再吃單骨雞翼 千萬不要來這間 或者這個旅程如果真的很想吃 我都會去另一間 就算不堂食 都叫外賣回酒店吃 我今天講的就是這麼多 好了 我們又出發了 接著去其他地方看看什麼食物 喜歡看我的影片的話 訂閱、讚好、分享、留言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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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